老師好,我是雅萍 然後我今天就是想要來訪問老師 就是工作室現在要面臨收吊這件事情的時候 但是一個藝術空間跟藝術單位或團體 在面對過去25年做過的事情 收吊時,老師怎麼想 這25年做過的事情可以讓他有更大的擴展 比如說研究計畫或是繼續做的藝術行動 那老師怎麼看待這個過程 或是老師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都認識已經對外做 我時常一直都大概準備5年前就知道要準備瘦了 可是想不想5年前的時候我累了,我老了 其實幾歲了也很難 可是現在這個關鍵點 也知道是因為智慧工作室的位置 剛好碰到快速道路在旁邊開發了 那這個掌勾空間很難變為一個真的進駐工作的環境 所以我決定就是他還沒開工,活著就關門了 那我也覺得很多人都很心裡 工部門、師部門、民間藝術界都是覺得不捨的 主委工作室在25年 怎麼會走沒有後續嗎 事實上我有跟很多的研究團隊、很多顧問 很多前跟我工作的執行團隊都談過 我是決定要瘦掉 因為我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好多大家對外界都理解 我相信時代不一樣 25年前的需求 那個環境 你可以想像25年前這塊土地 所以這個需求跟現在25年後 猛激網路的時代是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時代性的應該要改變 所以這個改變 有的時候要放手 才有新的可能性出現 所以我們決定要瘦 可是我也還是很真實 那過去的 我做過的 沒有參考的依據的話 跟現在可能人家有種的 參考的可能性 對他們的未來 所以我現在這段也在考慮 是怎麼樣去做的最差當 我不見得現在有很具體的地方 我個人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很關心是 主義工具是在20年來的資料庫 我們做了那麼多不同的展覽 進駐活動 進駐活動 論壇 公讀法 社區民法 策略國際聯盟 國際會議 真的 我覺得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每一個不同的執行長 跟我配合的都有很不同的場合 做不同的事情 而且都是跟方向很有關 我打一個比方留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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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給你是做政府該做的事 為什麼你們NPO 你們辛苦在做 我永遠都相信 你們先做 吃吃看 突突看 我們現在失敗 絕對有意義了 希望企業或是政府 再來把力推 把我們那個領域空間 藝術村 我們住那個時候 就是一年失敗 醫療堆 現在變成為政策了 那我也覺得 現在政策已經很容易 沒有必要 一個儀式 我那麼幸福再撐下去 所以我會對於 給未來的人可以參考的 也希望 比較要緊的是 這是製造庫怎麼樣的形式來參考 我本來都不是科班的藝術界 更不會懂 也沒有論述可以談 也現在學術界怎麼看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這一方面 我先聽更多的專業的意見 我只知道 治療庫 藝衛的資料庫是非常專業 視覺藝術人盟都關鍵器 都已經談了很多 可是相反的我從去年到去年一年多 甚至還上班的 就是我的研究團隊 那個director 就是許宥玲 他現在已經研究了 從我的資料方面 我只能有一個 可以說是 也可以是我個人的一種儀式 因為我本來是做經濟發展的文件 我對那個失望 離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行業 進了藝衛界之後 我決定在找我自己的創作的脈絡 從那邊我發現 藝術家他實際上很有價值的能量 也有很多的創新的思考 這首英文叫做Out of the Box 天馬星空 我非常感謝 所以我現在已經做了25年 我叫我們的研究團隊 希望利用這個 25年來有大概500多個藝術家 200多個合作國內跟國外的藝術單位 為什麼有這個 有這個 凝聚在這裡的 有什麼樣是 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希望從中找到 那證明我所相信的藝術家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那藝術家他的價值可能現在社會也沒有被重視 所以我希望到最後就是我只能做一個研究 希望幫助未來的 希望幫助未來的 找這個創意的 馬力老師 最近的關鍵是叫做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的一個藝術工作者 在社會裡面怎麼參與 他的參與的價值 我們找出來 這個是我覺得我階段性最重要要做的一次 那我可以請教兩位就是 因為主委有一個網站 就是我蠻想知道當時這個網站 就是兩位在討論時 你怎麼制定他的分類跟方向 那當時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想說他實用的長遠性文化 對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主委做很多類型 譬如有藝術家進駐、交流、論壇 然後怎麼讓這個網站 透過大家閱讀的時候 可以很明瞭 就是說主委的核心是什麼 所以你們當時是怎麼討論這個網站的價格 對 網站它是一個實用性的工具 對於外人來講他透過網站了解主委工作室 然後對我們來講 這個主委工作室的網站 它當時是一個資料庫 我們所有藝術家的 進駐藝術家的資料都存在網站裡面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實用性的工具 所以我們第一個想的是如何去符合 因為它是實用功能 所以讓大家別人來認識主委工作室 就要透過這個網站 所以裡面一定會有關於我們自己的介紹 然後我們的主要業務是以藝術駐村為主 所以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就是我們過往的進駐藝術家 包括現在的過去的國外的台灣的 都把它全部搜羅在裡頭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過去所做的事情 所以有好幾個專案是從好幾年 因為其實主委工作室的時間很長 1995年到現在有25年了 所以剛時在整理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在想哪些資料要放進來 哪些資料不放進來 因為活動太多 一整年大概有20幾個活動 如果我們從1995年一直框到現在 那個資料量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了幾個分類 比如說藝術教育的 那時候做那個跟學校 國議會的那個計畫 譬如說藝術教育的那個計畫 譬如說兩期我們就要放進去 或者是創意城市 它是一個專案型 我們做了三年 跟一個城市顧問 我們就一起做 我們就把它分成一個專案的方式 把它放進去 所以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創意城市 還有一個是藝術養成網 這些都是過去很 就是它就本身是一個專案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也能代表主委工作 是過去的一個發展的歷程 它是一個發展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把它放進去 還有一個書面的坑心計畫 那也是對於主委工作 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就把這樣放進去 所以我們就挑了幾個重要的計畫 把它放進在現在的網站上 目的就是讓別的人 如果透過網站理解主委工作的時候 理解主委的時候 這個幾個計畫就是一個參考用的網頁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把所有的 比如說創意城市做了三整年 每一次的會議紀錄 每一次開會的內容 不可能主場的把它放進去 只能 summarize 一下說 我們當年這個三年當中 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討論了哪些重要的議題 然後出了哪三本書 也是用非常 summarize 的方式 把它放進到裡面去 然後再加上主委工作 主委工作是要存活 所以它就很多實際上的業務 比如說空間租借 空間租借的資料也要放進去 然後大概就這些吧 我記得大概就是 依照我們實用的 還是以實用為基礎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大家 透過網站來認識我們 所以我們幾項主要的業務 都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可以把它理解成說 當初設計這個網站 是會讓各種不同的人 一般民眾 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知道主委在做什麼 對 所以它並不是專門給藝術專業領域的網站 不是 而且我們很強調雙語化 因為我們其實面對很多的 audience 他是國外的 特別是國外藝術家 他來主委工作室駐村之前 他必須要透過網站才能理解我們 也不然我們其實沒有其他的官方網站 去說明主委工作是什麼 所以這個網站本身就是 我們自己在論述我們自己的 很重要的一個media 所以當時就是 基本上這個網站本身就是 Functional的 它就是以實用性為主的 我們要用什麼角度去呈現 工作 也主委工作室 設立出來的一個網站 所以我們當時的分類就是 租村林出獎 然後專案 有兩個最大的類比 還有出版令 空間展覽 空間租借 跟展覽 活動訊息 還有出版品 出版品 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是出版品 對一個類像 一個小小的 有個小類像 所以那個類像是說 他可以線上閱讀還是 因為我們沒有 只是公告說 我們有個出版品是這個 對 因為有的沒有PDF 對 如果有的 只是買得到也是 嗯 還有的是那個iissue 我們有一些書 在那個iissue上面 有公告 比如說那個 書枚坑系專書 嗯 它現在已經 我記得它就不是PDF版 它就是 它是 線上閱讀的一個版本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就把我們這幾年 比較重要的出版品 就是我們能夠找到 電子的檔案 就把它Link 上去 那我可以問老師跟小孩 就是 現在25年 因為這個網站 做了多久 2014 是 13或14的時候開始 大概6到7年 那這個網站 如果未來還要長遠的經營下去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網站還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功能 或是修正之類的 或是它未來的定位會有些改變 因為如果說主委真的就停止運作的時候 那這個網站的功能改變會是什麼 它的方向應該也會改變 因為等於說它沒有其他產出的 假設它沒有其他產出的時候 這個網站要怎麼來 就是你們有什麼想像 就是問老師還是 因為它的角度可能跟我角度不一樣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可以聊 因為我覺得比較 我比較想聊 有個人問我 我的想法 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也聽一聽 小雯她當初 幫忙setup到一起在推動的 那麼多年的單位 我個人怎麼看 那我的看法就是 既然它關了 可是也很重要的一個 剛才談的也那麼多類型 我覺得去回復一個單位在網路上面 那個 我們現在都已經知道 我們這個網站的量已經爆了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還沒進去 所以現在要一個會很大的功夫就是 到底什麼東西一定有留在裡面 以後這個網站是應該掛在哪裡 或是這是我在保持它可以存在 這是我有生之年還這時候會養著它 我也很想聽不同的人的意見 也有人就是說 這個事情應該國家去管 這個事情應該有它的意義性 然後我就覺得可能不只是我一個人 我最近也跟他討論 甚至於有很多議員空間 也階段行政任務也差不多了 那麼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更上位的單位 一定處理 不管網站 不管網站 資料庫 出版品 相關的知識 是不是應該有更完善的對待 是不是應該有更完善的對待 跟把握 好的 以後要研究藝術史 研究的台灣的發展的脈絡 都有一點依據 可是我現在只能承諾 可是我現在只能承諾 就是說 我的態度就是永遠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不要擋政府 我先初步 就是說 我起碼保護它幾年 希望到那個時候 有更上路的策略跟單位認同在做 我也想聽一聽小玟 妳這個的看法 我覺得網站本身 它是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認識這個單位的 認這個組織的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如果組織或空間決定收 網站我覺得它也應該要收 因為它是一起的 因為網站 我們看網站在網站上 就是在網路上 可是網站的背後 它是需要有人 不管是小便 一個人 兩個人 半個人 都是要有人在後面去引入跟管理的 那一旦這個機構已經收了 那後面的管理的人是誰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從經營角度上來講 我真的覺得如果網站 就是如果空間結束 網站應該要收 我們現在其實在網站上 在Google上面其實去查 查到有些組織 那是20162015的計畫 你就知道這個組織 大概已經沒有在運作了 可能它就沒有在運作 或是你要想辦法再找到一個更新版的組織 去replace它 或者是有一個 就是看得出來它有之間的一個關聯度 但是因為有太多組織 就像是天文 天空 就是怎麼講 我總覺得有的時候會像是一個 天上的星星一樣 都是會有一些 對它關掉 關掉之後 留下來它就是一個太空垃圾 那你不處理它 它又永遠在那邊 讓大家也不知道 到底這個資訊是對的 是不對的 是怎麼樣的 所以反而造成很多研究者的困擾 如果我從研究的角度來看 當我見到網站 看到它永遠停在2016年 那到底這個組織怎麼回事 所以我覺得從管理的角度來講 我會覺得空間結束 這個實用型的網站就讓它進去 除非有別的方式去做 就是轉型啦 我想你的問題是比較希望問到說 中國它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archive 對 因為其實有問題 但是data 對我來講我覺得data資料庫 跟archive不是畫等號的 不完全的 也就是說archive的概念應該是 比如說像剛老師講說很多東西沒有進去 那講了很多東西沒有放進去 是過去1995年到2000年 或是2005年 那10年當中 很多紙本的資料 這可能是進不去的 比如說當時的文件啊 錄像啦 就是以待啊 Beta版的啦 EHS版的 那個東西我們覺得很重要 因為藝術家 他在就算的期間 他是有創作 他是因為受到這邊的刺激 而產生靈感 而由起發揚做的創作 我們覺得很重要 可是這個東西到底適不適合 成為竹尾工作室的archive檔案 我覺得這個要思考一下 也就是說 對 我不認為每一樣東西 就是竹尾工作室所經過的這些事情 都要留下來 我覺得這個倒是 這個需要塞過一次 有不同時期的主委 有不同時期的重點 所以如果以前面5年 或是主委10年時的archive 他絕對是不一樣 15年的時候不同 20年的時候不同 所以應該說不會全部進來 是當你以空間營運為主體 當你以藝術村為主體 當你以環境藝術 或是社造為主體時 跟所有的archive都會不同 對 對 然後當然我知道 對於做archive來講 我們要保持的是 Raw material 就是原始的檔案 可是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想的 就是說 這個有意義跟美意義 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剛剛講 老師希望通過主委工作 或者是去傳達藝術家的社會性 社會價值 社會意義 就我們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們如何回應到 當代的社會的一些議題 或是社會的一些現況 我覺得大概這幾年 主委工作一直在努力的做這件事情 他的回應包含 對於文化政策的回應 20年前 25年前 這邊是閒置空間在裡 用把一個機設變成藝術工廠 很多藝術家在這邊 利用這樣的空間 做很多很多非常突破性的創作 就是那種替代型的創作 替代空間形的那樣子 使用這個空間 那後來到了 我們到2020年那段時間 有一個藝術家的人才培育 我們有藝術養成網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希望開始自己在思考 我們有沒有辦法 成為一個重要的藝術群落 然後養成藝術家 從創作者變成一個很專業的藝術工作 藝文工作者 包括給他一些藝文經濟 幫他代理 尋找各種新的管道 其實 某種程度也在回應政策 某種程度他在嘗試 做一些新的計畫 然後試試看 剛剛老師有講的 我試試看 我做一個prototype 可以成功之後 政府應該要接手去做 像做藝術村 就是這個概念 當時老師他們接了一個 演藝術計畫案 到全世界去認識不同藝術村 回來之後 我們用竹威作業基地 試著營運你的藝術村 慢慢的他就變成一個國家型的計畫 所以我覺得竹威他就是一直在 這樣子的一種前端實驗 然後提出論述 實驗論述 實驗論述 實驗論述當中 這個過程當中一直在走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精神應該要保留 沒有錯 可是是不是每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每一份文件 每一個照片 都要被留下來 變成檔案 這我就覺得要有點 要有所篩選 然後這個檔案如果做完了 給誰管 然後老師有說 是不是政府要來管 或者是要由某一個企業 來捐助管這個檔案 那我就想像這個檔案 它是十幾二十箱的一個box的檔案 還是一個網站上虛擬的 所有東西全部虛擬上網 然後未來的人 就從虛擬的網路上面 他去找到 作業工作室的這個box 這個不管怎麼樣 他都有成本的事情 空間有空間成本 網路有網路成本 所以這個成本誰要負擔 然後如果他要持續下去 持續的這個 持續啊 不管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力 這個都是有成本的 所以我也在想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回看1950年代 那個時候的事件 或者是那個時候 所發生的一些藝術計畫 我們現在都覺得 好可惜喔 那時候沒有把他檔案畫下來 沒有把他留下來 就很可惜 可是如果他留下來 那是什麼東西被留下來 是所有1950年拍片 假設我們隨便講 一個電影作品好了 是他應該把所有 1950年那個拍片的 所有的毛片要留下來 所有剪輯的過程要留下來 所有的場景 所有的物件要留下來嗎 還是用他最精華的那一個作品 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也要 還有很多東西要討論 我對archive這件事 我也是覺得 需要再思考 我可以回饋一下 就是新的元現在做的狀態 其實因為他是以新的元的網站架構 去跟Wikidata做連結 那也就是說假設 新的元五年後 也沒有辦法支撐這個網站運作 空間連網站一起收掉 其實基本上連結喪失 那他可能在裡面的資料就不存在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等於說某種限制就出現了 我並沒有辦法留下任何東西 被人家研究跟閱讀 所以我那時候想到一個問題 是不是 因為兩個空間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是研究的東西做的事情很多 是不是等於是 如果足為關掉的 這後續是用研究的方式 把所有東西做整理 然後做數位出版的方式 去降低它的成分 以至於當網站群觀的時候 這些資料其實某種程度 是放在國圖 因為國圖可以做數位出版的收納 那我也就不見得 我要收全部資料的Veta的元件 其實我那時候有想過 是用這個方式 但這個就是 但我不知道這樣對足為來說 會不會是個可行的 就比如說我把我們做過去的 每一個階段 使做的東西 找研究員進行研究 可能在三到五年內 去把這件事做整理 我不知道兩位覺得這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我不知道兩位覺得這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在不同的角度 有這個資料 就這個資料 然後他們可能從旁的看角度的方法不一樣 找你或我 我會覺得一年 好像小文就知道 一年我們做十幾二十個計畫 有一半是跟文化不有關 有錢就做 沒錢就可能不做了 有一半我們心幹情人是去做 沒錢就去做了 有一半是人家給錢給我們拿走 隨便做一做 這種就是拿錢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方法 去找他兩三條船去活的 那 我們每年我都會寫信給贊助我們主委之友 就是好像等於他說 我要做一個簡單的報告那個時候 我就要麻煩你們三條 謝謝你們的贊助 我們今年做了你幾件事 沒有你們的贊助 可能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那我一年有那麼多個 我怎麼跳這幾個 這是用我的角度 可是現階段 我覺得我們觀禮不應該是有我的角度 應該是看看是不是 我們明年2021關門之前 做一個論壇的試探 到底這個25年時間又過去了 大家覺得重要的價值在哪裡 那我們應該隨時專業的人去處理跟對待 那到那個時候 我只能promise 現階段找方法 Gina把它好好的做研究 研究一年多了 好好的跟著這一年希望的是 把它變為一個資料庫的分類 可是真正的有價值 而且重要性 我不希望是有我這個角度去看 我也搞不好好像小文說 有個一定要這樣才行的 因為以佛教說還有榜像 然後也有藝術家 好像我們主委公主師的最有名的屋頂啊 就是那一排椅子買 我也是 糟糕了 找到這裡怎麼辦 有幾個地標性的作品 那我關門這樣怎麼辦 搞不好這裡要被開放了也說不定 那也沒有人去保護這次作品怎麼辦 可是好像王德瑜就說 從進退 他也沒有要出來 他沒有說 國際上面已經有名的 藝術介入公共共建的 由他當書面的一個作品 公共藝術二十年代可沒有的 他自己都知道了 那我自己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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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樣我放下 有人覺得這個重要不重要 折的不重要也沒關係 所以他說最重要 他也唐喜我 階段性的做好的事情 這不要偷偷拉拉拉 那真的折的重要自然有人跳起來 所以這個資料誰整理 老師說他不覺得他自己整理 可是我想到的是 就像寫字傳跟回憶錄 誰寫是最合適 就是回憶錄是誰寫是最合適 當然是自己寫回憶錄最合適 因為對自己來說 就是我如果辦一個生前的追思會 我才知道什麼東西對我來講 是重要的 哪幾個moment或哪幾件事件 對我來講是重要的 而且這個重要的幾個事件 才是傳達出我一生 我所追求的一個價值 所以這個詮釋者 我說話我不是很同意 要由外面的研究者來做詮釋 因為外面的研究者 他詮釋的方向跟角度是不一樣 他可能會從大歷史 或者大的環境跟背景去做詮釋 可是我覺得面對像這樣子的空間 甚至譬如說像主委工作師 他更是跟小老師個人的創作生涯是綁在一起 他應該要有更有 他更有主權來詮釋說 我為了25年 花了25年的時間 利用這樣的空間 我創造了什麼 我為這個社會留下了些什麼 為了這個世代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更應該是有 就是要主動的去審理這個資料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外人覺得 這只是一張照片而已 就只是一個什麼東西 可是我們不理解 他這一個照片跟這一個事件 他背後所帶來的就是遺憾 可是這件事情 只有寫自傳的人 他很清楚的知道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它很重要 這些東西如果我覺得 就像我在整理我祖母的東西 我看到的就是 可能我整理的是 我跟他之間的一個回憶 就是人離開之後 透過他的衣服啊 書啊或什麼的 我整理的一定是 我跟他之間的回憶 可是搞不好 這個回憶 跟他自己所認為的重要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是不同的詮釋角度 所以在現在 我們還有能力 還有時間的時候 我會比較主張 是由主辦者 就是知道這個主委工作 是這個脈絡的人 要自己來做這個研究 篩選完之後 成為我們認為 是留給後代 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史 物件或者是片段 或者是情話 留下來 這是我們想呈現於史 後人所看到的東西 因為archive不是為我們現在做 archive是為後人做 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人家如何回看我們這個組織 所收集到的一些資訊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既然我們有能力做 應該是我們自己要化成的嗎 這個出來 這個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今天很高興聽到這一個 我跟妳講 因為已經有人問 我心裡也不是沒有這個想法 可是我現在心裡面的timeline是不一樣 我兩年前出了我收藏的一本書 等於是來台灣這十十年 我當初怎麼進到這種不歸路的路 是從收藏的 那這二十五年 我可能我的角度就是 我比較希望 不是我主導 是很多人參與一起做 好像我剛才說 每一個執行長都有每一個的 他的角度去篩選 做什麼 那可能會 前面幾乎是最早最早 1995 范章明道是車長 那范章明道挑進來的藝術家 跟我後面再挑的可能角度就不一樣 所以 可是 他也滿有道理 我個人的 如意算盤 希望我還是有好幾年活著 我希望要寫第三本書 我希望第二本書 這是有關於主委跟六十二十五年的話 我希望是 很多不同的人跟我 一起來共同 從研究團隊 以前的執行長 以前的策展人 以前的立平的人 怎麼看待 他們都已經寫過文章 他們 他們 為什麼決定 跟主委工作是好做的 那他們的角度 會比較不一樣 我很希望 有機會 這個變為 我二十五年的 後面希望有辦法出的書 可是 我回憶路 我回憶路 也有人問我 我說 阿哥哥 因為我不是講二十五年的 從我來到台灣 為什麼 那個環境 弄到我變為藝術工作者 為什麼我到最後覺得 這二十五年 我覺得 甚至很喜歡講一句話叫做動靈 我覺得藝術把我動靈 我覺得藝術把我動靈 我覺得藝術家 可是藝術家 是可以有辦法弄到我這個腦袋 一起去學習和思考 那我希望從我的角度去看歷史的價值 從我的角度去給大家知道 董律師跟我出第一版書一樣 我希望後面有更多人 願意去支持這種起步的 實驗性的企劃跟活動 我等於是我二十五年四十年收藏的 就是起步收藏的藝術家 十個八個都現在是比賣股票還要好的價錢 所以現在我希望從我最後那本書 所以說是肯定這片土地所出現的 一個比較有創造力也價值的藝術工作者 然後去回應大家有重視 他的重點性 那那個就是完全由我自己跟我 因為我就是有人給我出版 該寫還是寫 說老師你該寫 因為我已經知道我可能會罵 裡面會罵人的 因為有的是看不順眼的事 也應該放進去 什麼時候怎麼樣 我們文化工作者 因為裡面好像他剛才說 有很多人都問我 主衛工作師擋於蕭麗紅 我說要擋於蕭麗紅 也不擋於蕭麗紅 蕭麗紅的 這是給我阿嬤 什麼都差一腳 射照 另一類空間 什麼都差一腳 射照 另一類空間 什麼都去解剖 那我覺得我的回憶路 會不會包括 包括 藝術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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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看到 我覺得 因為我有主衛公司的身份 也因為我有 在那麼多的藝術朋友 跟我站在同一條線 我們發出過的什麼聲音 可是有的時候 人來聊而已 沒用 那這次就用了 那我覺得我夠了 我也不靠 什麼單位來給我出版 那這樣是最好的 其實回憶錄 是一種archive的一種方法 就是收集 過去資料稍微整理的一種方法 所以老師也可以用 老師個人的角度 去寫這個回憶錄 這回憶錄也可以是共創式的 也就是說 足為工作是本來 它就是一個共創的一個基地 很多藝術家 在這個過程當中 來來去去的 然後藝術行政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來來去去的 甚至很多的文化政策 都跟這個基地有關 都跟足為工作是有關係 所以甚至這個回憶錄 這件事情 它是可以讓大家共同 用共創的一種模式 把這個回憶錄把它建構出來 那這本書 我覺得經過整理 經過篩選 經過獲率之後 所留下來給後人參考的價值 會比一整片散落的文件來講 是更有意義的 所以我是覺得是 用這種方式去面對這些 data 我覺得是比較有意思的 因為我剛才一直在想是 過往經過足為這個門的 有200多個藝術家 可是每一個藝術家 都是一個星星 都是一個單點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個人 Curator也好 策展人也好 計畫的主持人也好 他把這些星星連在一起 它才會有意義 因為這個星星 每一顆星星都會再發亮 可是你沒有把它串連在一起 人家看不出來這四顆大雄星座 我們給大雄星座有了一個意義 那個意義很重要 所以這個是主委公司 我覺得他們很強的能力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把這些人串在一起 把那些人串在一起 把這些人都在一起 那些人都在一起 所以因為有這些計畫在生成 有這些想法 這些idea initiators在這邊 所以把這些藝術家人都在一起了 所以讓大家共同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反而是 主委工作室很重要的一個能量 這個東西要把它留下來 所以如果只是談一個一個藝術家 一個一個 比如他的作品 他的什麼 我覺得有點少了那個 主委工作室的這個立場在這邊 我覺得沒有必要為某一個藝術家 去記錄他的生涯 因為主委工作室只是他生涯的一部分 那反而倒是有從組織跟機構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把那個組織 他一定有背後的原因 為什麼是范家民道跑來這邊 為什麼他那段期間 跟主委工作室是有關係的 他們之前的有一些 有些背景 有一些恩怨情仇 所以使得他們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那個才是重點 而不是范家民道這一個人 為什麼他離開 而不是他因為有范家民道 而是他的公公偉業 做了很多創作 我覺得有些東西需要採選的 應該是說組織的核心價值 應該從這麼多資料中提出來 對 那個東西是需要 比如說像老師他是主持人 他很清楚知道為什麼范家民道 為什麼當初有這些事情 他比較理解那個脈絡 外來的研究者有時候他會很片段 從一個片段的角度去切 所以現在在我們還有餘力 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應該盡量把那個東西整理出來 而不是散落性的那種資料 那兩位覺得大概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幾年 老師可以加 對阿 一兩百 一百多歲 你放心好了 他要二三十年的時間 可以慢慢進去 再個二十五年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對我來說 假如給我 我明年就75了 那我希望給我五年 那我這個腦袋能不能用 那我不知道 他很清楚 我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見出問題的 那我覺得也不要拖太久 盡快 可是我蠻同意他剛才的 有幾句話 大家會用這個來比較 就會比較懂 好時候他說 拿著阿嬤的衣服 阿嬤 你就看得到阿嬤當時 那個年代穿的什麼風格 用的什麼材料 可是為什麼阿嬤有這個意思 阿嬤沒講 也可能不知道 也或是阿爺沒有講 就是阿嬤那個時候 刷新部特別做的 而且做的這個裁縫是誰 沒有人講 不會知道 為什麼留到現在留下來 所以我這個個人也是替我媽媽做了這件事 也跟我爸爸談了很多 因為我要傳下來給孫子們 要不然他們不會撐棍 他們就說 這個阿嬤那麼小小的 一百四十九公分 什麼衣服我都穿不下 不懂嗎 也不算 所以他的memory 他的value 在那個年代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十五周年那個時候 也是用他剛才所講的角度 我剛才所提 就是國外的人是一個文稿 國內的染相名這種 黃海明這種也寫個文章 立法委員都替我們寫個文章 零九歲 他都很清楚 就位工作室做什麼事 那當然我們就是到最後 所有都排出來了 所以這個 從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情 不同的片面才比較完整 那我跟姚慕音當然也寫文章 就是當事人怎麼看了 所以這樣的話會比較多面性的參考 後面是真的一個一排一排的名字出去 我第一本書 就是送藏的 我也是用這個策略 四十年分開 四十年十年十年的背景 為什麼我當年看到這些作品 我都跟這個藝術家有關 我為什麼珍惜它 到願意收藏太多 因為它那個時候有什麼背景 為什麼這個是重要 我覺得 假如不懂這個的話 我就說 哎喲 這水墨現在不需要了吧 它沒有點長價值 就是 假如你要知道 這個水墨那個時候 這個風格 是什麼原因 那為什麼我覺得它是 contemporary art 因為 年輕人現在還不懂 所以我 我希望明年 假如我有 被補助佔據 真的出一本書 有關於《竹尾光澤社》 二十五年 不同的社長人 一評人 藝術團隊 藝術教 去看待這個 我們的價值 我就會覺得 我更會 覺得很快樂 去快快樂 關這個門 那我研究團隊 把佑雯營 已經看到 從Data裡面 我們有五大類的 我所希望有的 藝術 它的價值 所以這個五大類 又靈貴 可能希望給大家的 我比較 也用 不用那麼專業的藝術 包括說小文獎 他們都是 他們已經 我們最大的Data 現在已經算出來 是500個藝術教 國內跟國外 那 可是這500過 我前一天就在想 能不能找25個精彩人 都已經很辛苦 可是好像他說 這500過 研究團隊 已經知道 他是這個 這一個星座裡面的 這個大星星 北星 島星 那是什麼星 這個是 胡瑪麗就是那個 North Star 那這個North Star會帶 什麼東西出來 某某人 那是另外一個中文星 那是他串起來的東西 他串起來了 就是變了一個 這個我們看上去有意義的一個星座 那這個的Mapping 我們甚至還在努力中 所以沒有做Compulsion 我沒有敢說